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耳思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点击关注 每天精彩不断 岛屿才知道 米线和耳思差别这么大 多数人不懂 看完长知识 说到米线 应该是不少朋友都爱吃的美食 米线吃起来爽滑劲道 纯齿流香 但是除了云南地区 之外的朋友都把它叫做米粉 有些地方的米粉比米线稍微粗一些 但其实原材料都是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种和米线非常像的美食 它就是耳思 可能有部分朋友听 到这个名字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如果是去过云 难旅游的或者是云南当地的朋友 对这个小吃自然是不陌生的 只是耳思没有在权 国各地大面积的普及 耳思煮熟之后和米线长得非常像 很多人在吃的时候 以为是同一种东西 但是口感又不同 其实耳思和米线的区别非常大 大多数人都不懂 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具体的区别吧 长知识了 才知道 米线和耳思差别这么大 多数人不懂 看完长知识 外观不同 虽然耳思和米线长得非常像 但是仔细看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来说米线 米线整个的形状像是一个圆柱体 比较细 看起来比较有光泽 而且肉眼可见米线是非常软的 滑溜溜的 水分比较充足 而耳思最常见的形状就是细长形 整个是一个细长的长方体 因为耳思就是用耳 快直接切成的细丝 所以说耳思的形状 不是每根粗细都相同 很容易出现不规则的形状 耳耳块就是一个像年糕一样的东西 用它切成细丝之后就成了耳思 耳思的表面看起来比较粗糙 没什么光泽 质地是比较干硬的 内部还有些小气泡 才知道 米线和耳思差别这么大 多数人不懂 看完长知识 做法不同 我们常见的米线做法就是水煮米线 煮好之后浇上一些汤汁 放上配菜就可以了 米线其实是很容易熟透的 而且因为米线的表面比较光滑 所以不管是煮的时 后还是煮熟之后基本上都不会接坨 粘连 米线还能做成炒米线 凉拌米线等 但是米线煮久了比较容易碎掉 所以在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快 而耳思的话常见做 法就是蒸或者是煮 因为耳思本身水分比较少 所以在做的时候很吸水 如果用其他的烹饪 方式很可能会做不熟 水煮就是最常见的耳思做法了 才知道 米线和耳思差别这么大 多数人不懂 看完长知识 口感不同 像经常吃米线的朋友都知道 米线的口感是比较爽滑的 用筷子夹的时候有 很容易从筷子缝隙溜掉 吃起来有大米的清香味 如果煮的时间不长 米线吃起来也是很劲道的 而且就算是放多久也不会粘连 算是大众比较喜欢的口味 而耳思的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劲道 但是耳思也比较吸水 在煮熟之后很容易泡发 所以煮熟之后要尽快吃完 不然等耳思吸饱水 之后就会粘连解脱 没法吃了 刚煮熟的耳思抓紧时间吃 还是非常美味的 才知道 米线和耳思差别这么大 多数人不懂 看完长知识 营养价值不同 其实不管是米线还是耳思 两者都是用大米做 为原材料来制作的 所以它们的营养物质 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耳思在加工制 做的时候有专门保留营养物质 所以主要的蛋白质 成分是要比米线高一些的 而且耳思的饱腹感比米线更强 吃一碗耳思 不会轻易就饿了 以上就是小编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耳思和米线的区别 才知道 米线和耳思差别这么大 多数人不懂 看完长知识 喜欢的朋友 记得给小编点个赞哟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耳思 有了解了吗 иш 你好 超伙伴们对耳思 小伙伴们对耳思 感谢观看